好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枢纽分析 回到订单 我们希望来去做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2020年跟2019年比 这个叫同期 2019年跟2018年比 这个叫同期 所以怎么比呢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归回来去了解 枢纽分析里面的蓝跟列 首先插入数秒分析表 就是你还是要回来订单这张资料表 然后插入数秒分析表 好 一样我们还是选择 这个游标所在的表格叫做订单2 所以这边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设定 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同期比较 那既然是同期比较 我们当然就是说 假设2020年的同期就是2019年 那也就是1月 就是各月份的比较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放的是月份 月份 就是我们要画的线 就是X轴 这就是X轴 那这就是Y轴放的是年 年 也就是2017 2018 2019 2020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我X1月2月3月 然后我的Y轴是直 Y轴是直 所以我就把利润放到值 你就先想利润放到值 这件事 就是这里是不是1到12月 1到12月 好 放到列 我想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这个值 我想也没有问题 这是Y轴的值 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当然要画出来之后 画出来这个图 我建议用折线图 确定 好 为什么用折线图 等一下 因为我要希望这边变成4条线 一年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不是1到12月 这个是X轴 没问题 Y轴就是指我这些利润的总和 那现在这个利润 这个20349所指的意思是指 这个利润所指的意思是指说 2017年的1月利润 加2018年1月的利润 加2019年利润 加1月的利润 再加2020年1月的利润 可是这样就没办法比 它都在一条线上 所以怎么样变成4条线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把它的 就是说上面 分轴就视为是土利 也就是说把棉搬进来 我就可以有4条线了 一样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同期比较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针对这张表 我希望说 因为你是要给别人看 那你又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 在美工上面 你干脆直接用这个 这张枢纽分析图设计 设计 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你看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对不对 不管哪一个 都比你不做任何格式来的好 您说 是不是 我们就点 例如说这一个 我点这一个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来定 另外一个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总比这个不设定来的好 例如说你看像这张图 我稍微把它做一下 这个格式的应用 是不是就有点与众不同 可以吗 尽可能的是要让老板去看这些图 尤其只要给他们有这种观念 就是说他比他大 然后他的值是多少 就可以了 看重点 当然有时候会有特殊的原因 2020要跟2018年比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建议各位应该要把复杂的 比较改成简单的比较 例如说四条线的比较就很复杂 我们改成两条线 怎么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分析 底下有一个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我们再选这个年 确定 这个就很像就是过滤器 过滤器 例如说我现在我选2020 Ctrl加按住2019 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假设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帮助老板来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同期比较要搭配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把年找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同期比较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张表 可是就像我们在说故事一样 我们这样子还没有说完故事 为什么呢 我们大概知道说2020年 2020年它是有上涨的 而且它同期比较在9月10月11月 它有大幅的成长 如果说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1月到12月它是逐渐上涨 那么9月10月11月绝对上涨的一个程度 不是很大的 那接下来下一步 请问我们下一步应该要想什么事情 以利润来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什么类别 什么类别 什么地区的一个获利表现了 对不对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再继续去画 好所以回到订单 然后去点选常用 对不起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我们当然是先做类别跟指类别 好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以类别 类别就是我们的列龙 也就是X轴 类别 在这里 好然后它的利润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就只有三个项目 所以通常有时候 我们会用原型图来去呈现 我想这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通常 通常这边我想要特别跟各位分享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这一个区块 它的一个表现的情形 应该是最大 接下来第二大第三大是按照顺时钟 就说假设有时候你做出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它三位一撇 减少小数位数 好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在是按照什么顺序 大小是依照销售额加总 对不起利润加总的顺序 如果它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手动调整 如果我们现在排序由小才到大 你会发现这是小到大 但是请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我们以原型图来说 顺时钟以12点方向往绕一圈 由大排到小 所以记得这个数字一定要由大排到小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那通常我们是不是要去比2020年跟2019年 记不记得我们说2020年的9月 10月11月 好这三个月 那到底在各类别之间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好所以我现在又要再去打开 等一下分析里面的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要打开是年跟月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打开2020年 我现在只看2020年 然后你可以发现 首先我们先取消筛选 就是4年 所以你会发现2017年你看 这个已经差不多一半 针对我现在游标所在的 这一个应该叫做技数 你看2017年的技数 是不是差不多一半 2018年的技数是超过一半 2019年稍微下降 2020年稍微上升 但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关心的是 关心什么 9月10月11月这三个月 到底它这边的一个 那个利润的改变 好以9月来说大概是正常 仍然是以技数为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假设我今天我先关掉筛选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是灰色 办公用品它变小了 你有没有发现 9月办公用品变小 然后10月 10月这边它的技数也变小了 11月它的技数增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大致上在类别这边 看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再增加 再增加 就是说只类别进来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先把这些筛选都先关掉 好 那针对这张表 我们有类别 当然也会有什么 类别 所以请把类别 拖曳到类别的下面 好 那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这是技数 加具办公用品 分成这三类 好我现在单独要去看的 绝对是这个技数类 为什么 因为它占比例最多 当然是看那个占比例最多的 技数类 好就是当你打开来之后 它把原本的这个面积 又分成四块 好所以打开技数类 而且这四块里面 可以发现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技数里面的电话 跟什么 这个灰色技数里面的复制器 好所以请你只要记住 电话跟复制器 因为这是最有关系的影响 因为它是 所占的比例是最多的 所以当时要去关心 我本来的明星产品 卖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来去说这个故事 2020 好这边稍微有下降一点 好请你用视觉化来去呈现 这件事情 也就是9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它本来的第一名 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来了 可以吗 电话 跟复制器 灰色 灰色 反而是什么 大幅的成长 是这个 好我先把这边关掉 2020年 反而是这一个 大幅成长 这个叫做什么 机器 9月你看到 机器大幅成长 复制器 复制器没变 那刚刚它颜色怎么变 它颜色也在改变 好 那我们还是点9月 我们只看那个名称 所以你看 复制器还是很大 可是电话 电话是灰色 电话是不是整个缩小了 电话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10月份 所以9月份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电话缩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致上 可以从中去了解 好 它的一个变化 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是 我还是把它变成 所谓的一个直条图 所以你可以在设计 变更 变更里面 假设我把它变成 变成这种方式 群组直条图来呈现好了 好 我先把这边 先把这边关掉 关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看就知道 技术它是我们公司 获利的主要来源 它跟第二名就差了差不多 快一倍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2020年 2020年 基本上还是一样 它还是 它比它多 然后技术还是高居第一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技术打开 技术就这四个 这四个 这四个加起来 绝对超过它们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9月 所以当我今天看到9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家具跟办公用品 先不看 这是家具 只是办公用品 然后在中间 这是复制器跟机器之间的一个变化 好了 这就是我们要去提供给老板的资讯 让老板可以来去知道说 可能电话跟复制器在技术类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从中去发现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去想办法试图解决问题 这就是枢纽分析所希望扮演的角色 这样子的方式呈现以外 其实我也可以进一步的 针对地区来去做分析 好 所以针对这张枢纽分析表 假设我们先关掉 这张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它叫做各产品 各产品 各产品的获利分析 就只能介绍到这边 那你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同期比较这边重点是在2020年的9月 10月11月 这是你一定要报导出来 让老板知道 那各类产品 那一定要报导的是在2020年的9月 9月是技术类里面 可是到了2020年的9月 9月 加剧跑到第一名 你看 刚我点到8月 8月你看 加剧第三名 7月 加剧第二名 可是9月 加剧冲到第一名去了 而且 而且 你去看 在加剧里面 加剧里面 什么最高 好 书价 那接下来 我们要针对地区 也要去做分析 去告诉老板说 在各地区的一个统计分析是怎么样 好 然后接下来 回到订单 插入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确定 接下来 我们在地区的销售 所以卷轴拉下来 地区 就是 当你今天你要去做枢纽分析 就一定要 就是做出这些简报 让老板知道我们的一个利润 获利的主要的来源 所以在这边我们一样 建议各位还是用最简单的 这个群组直条图呈现 那建议这边 排序 由大排到小 所以第一名是北亚 那 如果你看到地区 你可能 可以再进一步的 一样分析 透过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来去呈现 例如说 我们的各年 月 的一个情形 我看把月放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2020年 所以你看一下 它的顺序并没有减少 顺序并没有改变 但是 针对整体来说的话 好像感觉大洋洲这边有在减少 因为这两个还是很接近的 好 当我讲2020年的时候 虽然 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感觉吗 不是 其实这样子是视觉化呈现 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视觉化分析 好 所以在地区的分析这边 我们可以知道说 2020年的变化 在9月份 感觉 它的成长应该是来自于中亚 10月份 10月份是北亚 然后11月份 它也是中亚这边的一个成长